第九十三集 看到秦晨和四王子一同走出 守在洞外山林中的大棋锅弟子不禁微微一正 难道事情不是他们想的这样啊 正想着呢 子勋从山洞中走出 将秦晨的长袍递了过来 秦晨 刚才多谢你了 若非是你 恐怕 先前因为羞愤 子勋也忘了自己处境了 现在回想起来啊 心中依旧带着一丝后怕 如果不是秦晨 那么今天他的下场 真是不敢想象啊 接下来呢 子勋和秦晨将众人带到之前战斗所在 看着满地狼藉 还有聂母级他们的尸体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看向秦晨的目光 都变得敬畏起来 同时呢 众人心里也是狂喜啊 说实话 初世这些天里面 他们最担心的 就是遭遇曹衡 还有念无极他们 如今呢 看到他们尸体 所有人莫名地松了一口气 哎呀 实在太好了 曹衡念无极一死 我们这次通过初世考核的概率 大大提升啊 是啊 大魏国跟鬼仙派竟然还想狙击我们大七弟子 现在好了 损兵折将不说 把他们自己都搭进去了 众人相互议论 兴奋不已 诸位 这件事 乃是我大七国的机密 我希望诸位 不要泄露出去 一到我发现 谁泄露这个秘密 休怪我赵某人不客气 让他 甚至他所在家族 都在大七国 混不下去 突然 四王子低贺一声 凝神忘了 众人一正 四王子殿下 这话什么意思 曹衡和念无极死了 这是一件大喜事 正好可以让大魏国 还有鬼仙派欲哭无泪 这 怎么反而遮遮掩掩的 四哥他说的没错 现在在场的 也就我们几个 我子殿已经记住你们了 如果让我知道 谁在出事考试结束之后 将这件事情宣扬出去 就休怪我不客气 轰的一声 天极中期的可怕气息迷藏 子殿眼神冷烈 更加严肃了 在子殿的威压压迫之下 众人震惊 倒吸了一口凉气 同时呢 也瞬间清醒了 四王子跟子殿公主 这是保护秦臣呢 的确 击杀曹衡和念无极 对于大旗国而言 是一件畅快连离的大事 但是啊 对于始作俑者秦臣而言 却不能这么说了 一旦让鬼仙派大魏国 知道杀死他们两个的是秦臣 愤怒之下 恐怕不遮手段 非得把秦臣杀了 届时呢 不管秦臣修为多高 有多么天才 在两大势力追杀之下 就算肖战大人 也未必能护得了他呀 殿下和公主放心 我们定然守口如瓶 没错 秦臣替我们大旗国如此扬威 我们要是出卖他 岂不是诸狗不如了 秦臣你放心 我们绝不会说出去分毫的 几名大旗国天才 表情严肃 纷纷发誓道 在场就这么几个人 若是真有消息泄露 以四王子殿下身份 想追查再简单不过了 一旦大旗国皇室震怒 恐怕真如四王子殿下所说 他们几个甚至各自家族 都在大旗国混不下去了 一旁秦臣笑了笑 却没放在心上 啊对了 你们那边收集多少血精了 这时四王子道 我们几个之前 一共得到了一枚天级 五枚地级后期 以及十三枚地级中期的 三十多枚地级初期血精 只差一点就够我们几个通过考核了 如果你们不够 我们必须得尽快狩猎了 毕竟只剩一天 出事要结束了 子熏公主叹了一口气 说道 我们刚才也是获得了不少血精 其中还有一枚天级的血精 完全够我们两个通过考核 只是那些血精都在白净那里 现在白净已经传送出去了 所以 子熏一脸的惋惜 刚才白净收取完铁背明朗的血精 还没来得及给他们呢 就遭遇念无极他们的埋伏 导致他身上血精啊 只有寥寥的几颗 如此的话 我们要抓紧了 四王子赵薇一脸凝重 若是因为血精不够 最后没能通过考核 那可太冤枉了 秦晨突然开口 我看应该不用了 众人纷纷看来 却见秦晨精神力透过储物戒指 而后轻轻地一抖 哗啦啦 模样各异的血精 好像下雨一样 不断掉了下来 落在空地上 扑了一地呀 大家按照自己修为 捡取自己需要的血精吧 这 所有人都傻眼了 看着秦晨脚下血精 一个个都要疯了 这也太夸张了吧 秦晨脚下血精 有拇指大小的地级初期血精 也有拳头大小的天极血精 属性方面呢 也是各不相同 有火属性 冰属性 土属性 等等 颜色各异 几乎谎花了众人双眼 秦晨 秦晨 你 你怎么有这么多血精 四王子傻眼了 仿佛见鬼一样看着秦晨 他不会涂了一个血兽部落吧 呃 你忘了他们了 秦晨淡笑着 指了指念无极等人尸体所在 之前呢 他跟子勋九死一生 但收获也很大 从念无极他们身上搜刮来的血精 接近一百多颗 也不知他们究竟屠露了多少人 抢了多少试炼者 这其中呢 绝大多数都是地级中期 还有后期的 按照一名舞者 需要三枚地级后期血精算 别说在场这些人了 就算再来一倍 血精数量也是完全够了 众人纷纷傻眼了 晕乎乎地走上前 纷纷挑选自己需要的血精 他们挑选的 都是一些地级初期 还有中期的血精 毕竟越高级血精价值越高 到时候呢 如果有剩下的血精 秦晨完全可以带回大齐国 进行售卖 要知道啊 一枚天级血精价值不菲 至少值数万银币呀 嗯 秦晨 我这有一枚天级血精 我也给你吧 你给我一些地级中期 或者后期的血精 这就行了 四王子赵伟苦笑 将自己得了那枚天级血精 交给了秦晨 而后呢 挑了几颗低级的血精 秦晨自然很乐意呀 越高级血精 对舞者血脉之力提升越强 到时用起来呢 也就更方便了 看着秦晨把剩下大把血精收起来 众人直到现在都有点晕乎乎的 这看起来不算容易完成的 收集血精的任务 就这么简单完成了吗 四王子殿下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难道 就这么等考核结束了 一时间没了目标 众人都有些迷茫 自然没那么容易 现在曹衡和念无极已死 大魏国和鬼仙派 再无需要忌惮之人 既然大魏国和鬼仙派 不想我们大七国天才 介入第二轮 那么我们可以 以彼之道 还之彼身 将鬼仙派大魏国天才 杀个片甲不留 最好一个都通过不了考核 四王子沉生说道 目光冷峻 没错 让大魏国和鬼仙派的人 全部通不了考核 子勋公主 同样是目光冰冷 众人的目光全都亮了 是啊 大魏国跟鬼仙派 试炼初期时 一直在这试炼之地 对他们大七国武者下手 但是呢 因为念无极和曹衡的震慑 使得大七国武者们 根本不敢反抗 都是东躲西藏的 小心翼翼的 甚至呢 连同四王子 他都不敢太过冒失 生怕被念无极等人包围住 如今呢 念无极曹衡已经死了 那他们还有什么可害怕的 想到这里 所有人都兴奋了 没错呀 这次一定要让鬼仙派 还有大魏国 一个都通过不了考核 对呀 反正撕破脸皮了 还怕什么呀 对 干他压的 众人全都激动的 秦晨 你什么意思啊 转头 四王子看向秦晨 听取他的意见 我无所谓 秦晨悠悠一笑 不过真要动手的话 算我一份 毕竟大魏国和鬼仙派的舞者 个个个都是飞扬啊 这一事 他想后来居上 资源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天才 在各自势力之中 都属于佼佼者 身上宝物极多呀 倒不失为一个收取资源的好机会 好啊 既然如此 那我们行动吧 四王子看向众人 鼓舞道 在这里 我赵薇定下承诺 任何人 只要击退或者击杀一个大魏国 以及鬼仙派弟子 回到大旗 我皇室定有赏赐 好啊 那就多谢四王子殿下了 我们就等着四王子殿下赏赐了 赶紧出发吧 我都控制不住自己了 众人都是兴奋的大笑 激动的无以复加 此时呢 已是半晚了 当下 众人趁着昏暗的天色 冲进山林里 他们彼此之间相距上百米 其中 赵薇 秦晨 子勋 还有赵灵山 四大天级强者 分离四个角 形成了一张大网 扑向山林 顺时间 整个山林都被惊动了 沿途 所有遭遇他们这群人的各大势力舞者 全部都骇人了 纷纷退避 惊骇地看着秦晨他们远去 秦晨他们呢 并没有胡乱出手 而是专门针对大魏国 鬼仙派弟子 进行围杀 掀起了一场兴风邪雨 一旦有鬼仙派 还有大魏国的弟子遭遇 根本无力抵抗 瞬间被包围而来众人围攻 根本是无力招架呀 此时呢 出事之地外 诸多势力强者都是紧张万分 如今呢 已是考核第四天了 距离第五天考核结束 只有一天多了 而这个时候 也是整个考核最为残酷的时间段 到了这个地步 很多前期隐藏 想要养精蓄锐的舞者 为了通苦考核 开始出没了 大肆出手 每年这个时候呢 伤亡舞者几乎是最多的 因此 各大势力都不敢大意 驻守于传颂区域 一有自己弟子出现 及时进行救治和疗伤 唯一放松的呀 却是鬼仙派 还有大魏国 小朕 这次你大齐国 被淘汰的舞者 也有七十多人了吧 比青年足足高了一倍呀 玉池成笑道 哎 玉池兄 我记得去年大齐国 一共只有十九人 进入擂台赛了 看来今年 似乎更加惨了呀 鬼仙派的临终 也笑着开口 那还用说吗 去年这个时候 大齐国淘汰出的选手 只有三十多个吧 这一截 双倍不止啊 玉池成眼睛 眯成一条线 笑眯眯的 去年大齐国舞者 一共死了十七个吧 今年不知道会死多少呢 拭目以待呀 肆意的大笑 从鬼仙派 大魏国方向传来 在这片空地上方 显得格外的清晰 哼 肖寨咬牙冷哼 但是并未驳斥 而是面楼担忧 相比上一届 这届损失确实更大 到目前为止 光淘汰之人 就比上届多了一倍 剩下的呢 并非所有人 都能获得足够的血精 只要极少那一部分人 才能进入下一轮 这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 从之前白敬他们的 讲述来看 这次大魏国 鬼仙派 早有预谋了 不仅仅想让他们 大齐国无人 进入下一轮 更想让他们 大齐国舞者 全部死在失恋之地呀 这才是肖战 最担心的 特别是白敬 他明确说了 聂无极曹衡 包围了秦晨和子勋公主 但到现在 两人都没逃出来 如果子勋公主 出了什么意外 他如何向陛下交代 一时间 肖战担忧万分 若非有规则限制 他都想冲进山林 将秦晨他们救出来了 千万别出意外呀 肖战祈祷 此时此刻 他能做的 也就只有这么多了 这时 传颂阵两起 两名舞者 浑身鲜血 从中跌落 小战啊 你赶紧过来看看 说不定又是 你大齐国的呢 玉驰成 不等看清 淘汰之人面目 就已经笑了 肖战急忙抬头看去 只见那两人 极为面生 并非他大齐国弟子 哎 这不是左天和王峰吗 突然 在玉驰成身边 大魏国将军古庆 脸色一变 急忙冲了过去 你们两个 怎么样了 抱起两人 古庆连忙问道 将军 是 是的 两人话还没来得及说完 已经昏死了 古庆和玉驰成脸色一变 大 大什么 难道是五大强国弟子 下的手吗 哈哈 玉驰成 自己国家的弟子 你都不认识 怎么当领队啊 肖战见了 却是笑了起来 肖战啊 你需要得意 不过是淘汰两个弟子 跟你大齐国比起来 我大魏国才淘汰了没几个 玉驰成冷笑 只是这冷笑还没落下 突然又一道光芒亮起 一名舞者再度被传送出来 他浑身歇血淋漓 半边身子都快没了 显然是离死前 这才捏碎了玉牌 小战啊 快仔细认认 是不是你大齐国的 我看应该不会错啊 玉驰成看都没看 笑了起来 笑声未落 就见古庆一脸骇然 结结巴巴的 大人 这是我们大魏国周落 什么 还是我大魏国弟子 玉驰成笑声戛人而止 嘴巴张得像能塞进鸡蛋 都快哭了 这他娘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连续有好几个 大魏国弟子被淘汰了 这不是见鬼了吧 第一时间 玉驰成表情呆滞 不知说什么了 之前的时候 他们大魏国半天都没弟子出来 没想到一出就出三个 而且个个身受重伤 有一个甚至奄奄一息 差点断气了 这让玉驰成心中郁满不已 难道出世之地出了什么问题 玉驰成 你们大魏国弟子果然厉害 连淘汰出来的都是接二连三 果然是与众不同啊 抓住机会 肖战大笑不已 说得玉驰成脸色铁青 差点发飙了 哎呀 更奇葩的是 那弟子快没气了吧 厉害 真是厉害 快没气还能捏碎玉排 这等实力 恐怕只有你玉驰成 能教导出来啊 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机会 肖战心里畅快至极啊 把之前闷气 一下发泄出来了 哼 肖战 你要什么值得高兴的 玉驰成不过淘汰三个弟子 跟你大气锅比起来 差得远呢 临终冷哼道 临终 你也别嚣张 说不定你鬼先派弟子 过会儿也得被淘汰 反正跟鬼先派撕破脸皮了 也没必要顾及那么多了 哼 小朕啊 你这是做梦呢 我鬼先派弟子 可不通你大气锅弟子 岂会被人淘汰出来 当真可笑啊 临终叱笑一声 但他笑声刚落 就听疯的一声 传送台上再度有人出现了 众人都哑然了 今儿个怎么回事啊 怎么接二连撒有人出来 不会里面发生什么乱战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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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